软鞋跟DG Times 有制作了一系列的数位转型 台湾罪行的这个节目 所以陆续形成了一段的这个封号 那我想为什么要用这一个来体 刚才已经很多来宾提早做了报道 所以也看了很多的影片 从我们PMC的SMV Sky Machine Bus 然后推动了这四年 其实都截取到了很多的数据 所以不管是从这里的数据 网上串联到未来的这个AI应用上 我想数据会带给我们一些不同的想象 所以我用这里来跟各位做一个 这样子的分享跟破题 那接续我们后面呢 也会有很多的专家来谈这一段 那我想其实疫情带给大家最大的冲击是 也许在去年可能台湾的制造业 觉得我们还是 台湾还算是防疫的模范生 所以基本上我们感觉到全球的变化 但是我们的冲击也许还没有那么大 但是我想今年的5月 因为我们进入这个三级警戒 所以确实每一家公司 第一个政策下 政府马上告知的是三级警戒 请问线上的来宾们 你们就能够马上让同仁远距上班吗 其实这个关系到贵公司 在很多的数据工具上的支持 有没有做好超前部署 第二个其实今年最大的挑战 其实是整个材料变贵了 材料全都涨价 有钱也不见得抢得到料 第二个运费也大为高涨 所以营运的成本其实相对的高 所以我其实遇到了很多的高阶提到的是 这一波的营运压力 其实确实是前所未有过 那如果是我们原来一代的创业者 那可能其实已经经营了30年50年 这一波确实它就有一点点的挑战跟压力 他可能会思考是是不是要就此退厂 所以确实有看到一些比较小型的这一些代工厂 确实有在思考到其他由一些品牌商或中心厂的并购 可是也会看到有一段的有些企业 其实早在前几年就有做组织跟梯队的部署 所以其他做了蛮多的蹲低 那你就可以从这里看到有一些的差异点的细腻度 我想有一段的关键都在每一家公司数位转型的能力 所以还是要帮各位再提一下 我想这个其实大家已经都非常熟悉 那我觉得我只是在做一次的提醒 数位转型的重点不是在数位化 并不是说贵公司该有的资讯系统都有 就是数位转型 其实重点是在转型 是企业为什么要转型 如果说你现在的营运压已经非常的好 其实你不见得会有思考到转型的议题 或者相反如果企业亲爱营运已经非常的辛苦 你可能也来不及思考 最主要的是你现在其实还不错 但是你已经有感受到一些的威胁跟竞争的压力 你感受到的是你可能没办法确保在五年十年 能够跟现在一样的稳健 所以其实您就会开始思考的是 您要维持是一直在OEM 还是要去往ODM走 要往技术转型 还是要往服务转型 您的策略上是往新市场走 还是新产品走 所以公司就会开始有一段的思维 那我用下列的这张图呢 其实是我们在研读这个 资社会的数位转型力的这本书的时候 詹所长有提到的 也给各位一个概念 其实企业存在的目的都是要满足客人 所以呢 其实转型的过程中是因为 环境的变化里面万物相连 那其实客人有时候其实他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接收到您的服务跟资讯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有一段的重点是 除了迈向这样子的智能化的工厂以外 或者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制造中心 更有一段的是叫制造服务化 所以你怎么样善用科技 让你的客人感觉你的服务不一样 所以会有一段面向市场的是 你怎么样赋能你的客户 那另外会有一段的是 你怎么拉动你的员工 跟拉动你的生态系 大家都可能知道我们其实的业态里面有一段的supply chain 会有整个供应商协力厂 那这段资讯怎么样透明 能够让你可以做好如期的掌控 第二个你的员工 如何有充足的资讯 可以做好研发协同 可以做好板子控管 可以做好客户关系管理 你也需要有工具来赋能你的员工 所以基本上数位转型有一段的重点 是先放在数位应用 是支持企业内的叫营运卓越 这个是我们基本的满足降本真效 企业的产销人发财的基本 那再来可能会跨到一段更生态系的 另外一段的就会跨到的是 你原来的老客户怎么样跟他稳固 因为刚才提到前面提的是 疫情可能有时候带动了 一段的影响是你原来海外的客人 他经过疫情之后 你的客人已经不见了 也许你要找的是新客人 那你曾经为你的原来客人 开的模做的产品 可不可以销到别的国家 所以你有一段的是 你原来老客户的黏着 也会有一段的挑战是 你未来新市场的开发 所以从这一段的营运卓越 到客户体验之后 您才会再思考到的是 什么是你的下一个企业永续经营的商模再造 所以刚才提到的 也许从产品 也许从通路 也许你以前只做2B 现在你会开始做2B2C 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些的业态里面 它不是只有琢磨在制造的透明化 它甚至希望的是知道通路上背后的 终端消费者的一些使用习惯 可以回馈到产品的改善 也可以抓得到整个市场需求的脉动 所以其实刚才这里大概都有提到 因为比较多我们今天 因为谈的比较多的在 智慧机械跟一些加工业态 广泛的来论面对的挑战 我想这个是不用多说 所以提高这个效率增加竞争力 在价格跟交期的竞争力是一点 有一段是大家努力在做的叫产业高值 我想产业高值最明显的案例就是 以前一般的螺丝 跟如果你能够做的是 航太一彩的螺丝 相对的你的这个销售单价 就能够拉高许多 那这个过程中呢 你怎么样在你的制程跟品质的 优化跟改善上 那相对的你的人员能力怎么提升 我们其实刚才在PMC 在很多的伙伴的简报影片中 都有看到一些成功案例 怎么样可以去做到设备的预造诊断 你可以降低无预警的停机 你可以让你的产能稳定 你可以让你的模具稳定 你可以减少换模换线的时间 其实这个都是在 值跟量的一个关键提升上 那因为刚才提到的是 现在材料大为涨价 那利润上其实是越来越薄 以前呢 可能还会有的由中心厂供料 客供料 现在有的呢 直接请协力厂自己去买料 那协力厂本来赚的 就是只有这个加工费用 这个加工的收入 这一旦如果要买料 就稀释掉了你的整个的获利 那加上其实现在缺工 或者是因为疫情 外劳就算回去之后 有时候现在也没办法过来 那到底你怎么样 能够针对这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上 可以仰赖自动化 比如说焊接 比如说有一些过去仰赖人为 搬运的这个自动上下料的这一块 如果你还用人 其实人容易这个劳损 其实他也不太喜欢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这一段的前期的自动化投资 相对的一定会越来越高 第二个其实 库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那满足这个交付的时间 过去我们可能还有一种生产的业态是 可能下单道出货 也许是60天70天 客人期望的40天50天 我们还可以斡旋 但是现在如果客人希望的是30天 那你的竞争力上 你怎么在这一段 能够跟你的竞争者有所差异化 所以各行各业都不同的挑战 我等一下会稍微区分一下 以机械的Machine Maker的液态 跟我们的加工液态 都有不同的难题 但是我想根本的问题 越快把产品做好 交付给客人 能够越低的成本 掌控这一段增加你的毛利 有时候其实像今年的挑战的议题是 汇率的影响 物料的影响 运费的影响 有时候不是只有单看营业额 其实还要再来往下解构的是毛利 因为其实有些公司真的是 忙碌了一整年 其实不见得是赚钱 因为其实材料成果运费 都是相对提高的 所以针对这一段 整个掌控毛利的一个关键能力上 也很仰赖在数据支持 你做结构的能力 所以我这里用两段 一个是我们其实很常谈的 智慧机械 制机产业化跟产业制机化 那以我们的一般的machine maker 比较多的是供应商采购 那当然其实这里面就有 比较多的齐料 因为你少了一个料 你可能没办法开始做组装 那你的排产规划 人均产值 因为其实这边 其实会有仰赖较多的 assembly的人力 那你也需要比较多的方案 那另外一种业态呢 可能是加工形态 那加工形态里面 以我们整个 大中部 中张头这一代 最多的就是产业协作 就是我们的协力厂 所以其实制程中 从厂内到拖外 连续行为外再到回厂 这个时效只要不够透明 这个时效只要产生浪费 你都会再耽搁个一天到两天 到你最后回到厂内 能够阻力齐套 做好包装出货 其实它就是耽搁 所以如果你能够 把这一段的讯息够透明 其实这一段对于你 缩短你的交付时间 是有些帮助的 那其实这里面也延伸到很多 跟协力厂的机制 在近期的疫情变化上 也看到了一段的转变 是在整个supply chain里面 走到的是策略采购 跟资本合作上 所以大家都会有面临 一个挑战的议题是 那是维持有产能的 分散的协力厂 还是都要把它拿回来 厂内自制 这个取决在各位 制造业的先进们的智慧 因为全部都拿回来自己做 当整个景气循环过了之后 那你可能就没有一个 可以帮你做产能分配 分散的一个协力伙伴 那因为有些协力厂的 技术资源上 刚好可以补你的不足 所以我们看到的有一些的是 反而跟协力厂呢 维持比较更紧密的合作 如果它掌控的是 你的关键技术跟材料 所以这一段在加工业态里面 可能就比较多 除了数位工具的透明 还有一段的是 您跟协力厂的一个管理机制 那我为什么用这样子的 一个案例来分享 如果以MachineMake来讲 其实有一段是可以去做的 一个制造服务化 因为如果您的设备里面加装了感知 那您可以把这样子的使用 寿命上回传回来之后 就我刚才提的 如果您可以善用的是 数位科技赋能你的客人 那您可以把这一段的生产资讯 回馈到你的研发改善 你也可以透过一个这样的讯息通知 提醒你的客人提早做耗材的准备 所以过去通路商可能负责销售 也负责维护 其实为了通路商只要做好销售 维护可以透过这个原厂 直接做好这段的准备 那如果要做到这一段呢 你就要思考到 你自己厂内的数位化够不够 那不管是各位 现在大家熟悉的SME 对接到SMU 对接到您的MES 或者刚才提到的 我们看到有些机械也做了排程 那怎么样把这一段的数据 让你的产内资讯 是真实且及时的 那这一段是制造厂本身的优化 那这一段可以支持你数据的真实性 来支持您对客户做服务的提价 所以会有一段的是 如果没有数字 你就没有办法做管理 虽然数字不一定是真的 数字可能是一个现象 但是呢 如果你不先从数字 往下开始解构的话 你没有办法衡量这样子的指标 所以基本上 不管我们其他的SMU的第一阶段 都会先说的叫可是 再来才会有透明 所以用这一段来跟各位分享 是如果现在都还在用 工业1.0的叫纸本 那资讯的可信度 就会比较有争议 那现在比较多的是 大家都有做数位化 可能从1.0往2.0迈进 所以你可能有ERP 可能有一些的Shop Flow 等等不同的系统 但是挑战的是 你有没有做好整合 例如如果你有做品质控管系统 刚才提到的 希望往产业高值走 那你有没有从你的精料检验 到你的制程检验 你能够串好履历追溯 所以其实现在比较多的 都是有各部门的 点状的资讯系统 但是整合上 可能做得不够到位 所以2.0的这个液态里面 其实是比较多的 走到3.0 你可能已经把很多的 数位工具串起来了 你可能会透过一个战情 透过一些讯息的预警提醒 让你从危机处理 变成风险管理 那慢慢的 你把这段的资料串联起来 串到自动化之后 你可以自动的去学习跟调教 这段就有机会走到我们提的可调式 所以基本上的第一个阶段叫可是 可是是什么意思 可是就是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第二个叫透明式 为什么会发生 各位可以想象 这两个的层次是不太一样的 当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之后 你就会开始思考的是 你要怎么避免它发生 甚至你可以预知 让它不要发生 可以产生可调式 所以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是 我们原来的SMB 可能先把IoT的资料截取出来 让你先知道设备 现在的驾动怎么了 这就是落在我们的可视 所以如果从数位化到数位优化 每一家企业的目标不太一样 可能满足客人满意度 可能营收增长 毛利增加 降低库存 都可能 那其实这段呢 就在我们提的数位优化 就在各位产生的 营运上的这个效益 那怎么往这一段 到所谓的叫转型 就刚才提到的 技术或服务转型 其实是在为贵公司创造出价值 这个价值 等于你跟你的同行 拉开的差异门槛 你的策略是什么 所以如果快速的用一些液态 我用了一个 做螺丝起子的液态 有纤细 有色出 那有一些的是 你的关键材料的品质 的配方能力 有一些是你高设备 导向你的排产的能力 你怎么样回答交期的能力 你怎么样能够让同品 像同颜色 连披生产 减少换膜换线的能力 你怎么样做好 你的成本控管的能力 都有一段的关键瓶颈 影响到你的核心价值 所以我们的制造业来看 如果以代工为出发的 多数都会先从生产力 跟品质力 就是先强调人机协作 因为我们其实台湾 比较多谈的是工业3.5 比较少能够谈到 真的做到关灯工厂 因为老师傅的经验 其实是一个过去赢的 这个经验跟价值 那怎么把这一段能够保留下来 然后把书听的事情交给自动化 所以产线的透明 怎么样小批量的弹性生产 这都是一段现在需要思考的 另外一段的是 我们今天有一个专家 会开始跟各位谈到的是 在AI的应用上 过去我们的日报表 都只是在留下资讯 做多少 做好的有几个 做完了没有 进度在哪里 所以以前都叫留下资讯 那未来怎么样留下方法 把可以预防的 预知的 从这样子的数据 可以往下来做串联 所以基联网 其实提升了一段的是 数据先可以被相信 再来接受到数据之后 你可能结合到 你们产业的一些业态 结合到OT的资料跟 IT的资料跟工丹的串联 透过演算法的分析的方向上 去提升你产品的改善 所以这都是一段的方向脉络 所以简单用几个 数据结构的案例 有时候我们说库存太高 原因是什么 其实你线上看 都叫库存太高 那是买太早 买太多 还是买了没用 现在的大意 你叫买不到 所以你其实是因为太担心 所以你就买太早 有时候买了没用 是因为设计变更太频繁 其实它不是采购的功课 它可能是研发的功课 所以产生的这个库存的问题 其实往下解构 很有可能 其实跨到采购 跨到物馆 跨到供应商 也跨到你们的研发 协同工程的能力 所以它有很多的面向 需要工具 也需要机制 所以为什么软鞋 会在整个智慧制造里面 筹组了很多这样子的促进会 因为有IT的厂商 有OT的厂商 也有这样子的顾问 或者是做资讯安全的 做大数据分析的 因为它其实是需要 很多跨领域的人才 所以其实提到的是 如果要从整个 supply chain的管理 到你的这个供应商的关系 到你的一个供应商的平台 其实它跨了机制 跟这个工具的支持 第二个的案例 刚好以我们的 SMB的概念来讲 如果我们去分析了说 这个怎么会产生的 这个损耗料这么多 有时候你要去往下解构 其实也许是 无效工时发生这么多 原来是其实 搞不好是 我们的电压不稳定 所以为什么会结合到 有些是环境的产物能源 去针对空压剂做侦测 因为其实你表象看着 是你的设备 无效工时会无预警停机 可是也许你从这一段 再去解构的时候 它其实会发生 在某个固定的时段 或者是一个高负载的时候 才发生这种现象 所以你要真的 往下找到归映之后 如果你能够去做一些调整 你的设备稳定度拉高 你的有效产值就拉高 所以基本上 其实从这里跟各位提的是 数据为什么会驱动 思考变革的方向 因为你会看到一些现象 你会善用数位工具 让你抓到一些数据 数据不一定完全是真实的答案 但是它可以先让你理解 发生了什么事 你从这里展开 开始改善之后 设定一些指标 开始追踪改善的状况 你就有机会可以发挥一些效应 所以其实用这里来跟各位提示 数位工具是第一段 因为数据产生一些现象 让你可以判断 驱动你思考 这些数据的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那这些数据呢 透过分析你可以思考 会不会这个转型里面需要 你的组织上要有一些不同的 这个专案组织 或者你要有一些并行的组织 来思考这段的优化 再来你会透过数据的分析决策之后 驱动会公司思考 你是要往技术转型 往服务转型 或者往哪一段的这个 商模再造的转型 所以数据转型的三个新法呢 其实以这三段来跟各位做个分享 那也欢迎各位呢 等一下呢 持续听我们其他的专家们 在IT在OT在AI的运用上呢 带给各位一些好的这个 善用数据工具呢 来支持各位公司做数据转型 我的分享到这边 谢谢各位